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晚上好。 歡迎大家來到德語社觀看今晚的德語相同大會。 我們的演出馬上開始。 首先請欣賞相聲四方之選者張小白、張龍生。 掌聲有請。 相同大會,順算開始了。 這就拉開群舞。 我們這是第一場節目。 這個第一場節目其實不好演,有難度。 為什麼呢? 你說。 因為剛一開場,各位心神、眼神還都沒集中到舞台上。 還不太穩。 所以說,過去老先生演出的時候,剛進茶館的時候, 我們這一場就算贈送。 就算免費了。 對,各位,正好進觀眾的時候, 點茶水、點瓜子的時候,兩個小學員在台上, 說這麼一段,跟您聊聊。 這算贈送的。 這不用單給錢。 如果您想給,我們也可以接著。 因為過去演出沒有說買票進場的。 那是? 演完這一段,往台上扔。 哦,這麼好。 就是,這個說得好了。 往台上扔個什麼房產地器呀。 這個金元寶啊。 那麼貴重。 現代洋啊。 都有。 扔個奔駛車呀。 演單扔得上去嗎呢? 不是,就是這意思吧。 就是,演出演的好了,您再給錢。 是。 包括沒有劇場的時候, 我們這個小學員拿著這個火爐, 下去這叫打零錢, 下去要錢。 按段收費。 是。 所以呢,當時怎麼? 當時那個情況就是, 頭一場,學員演出, 不要錢。 是。 這個有個名詞叫板鄧頭。 哦,有這麼一句。 對,這個是我們這個第一場的演出。 是。 我們第一場演出的任務是什麼呢? 你說。 攏一攏您各位的耳音。 哎。 我們這場下去, 您,該找座的找座吧, 坐下了。 該點完這個茶水, 點這個瓜子的都點完了。 時間到了。 哎,您這個心神也穩下來了。 哎。 看後邊這些臭不要臉的給您演出。 什麼叫臭不要臉呢? 廢話。 是演員。 哎,就是看後邊那些人給您演出。 被您奉獻的。 哎,這一場一上來呢, 您各位可能都不認識。 不了解呀。 哎,都不知道我們是誰。 是。 簡單的做一個自我介紹。 有這個必要。 哎,我叫張蕭白。 哎,蕭子色。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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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 謝謝您各位的鼓勵。 蕭子柯的小演員。 太柯了。 沒有什麼名氣。 這個能力一般, 水平倍兒棒。 倍兒棒。 水平有限。 水平有限。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哎,對。 哎,就是,各位呢,您覺得, 看得過去, 您給我點掌聲。 大家覺得看不過去, 少來點掌聲也可以。 嗯。 這就是, 這就是藥吧。 這不能叫藥掌聲。 這怎麼說呢? 這跟觀眾打成一片。 是,拉近距離。 哎,我們這個,怎麼說呢? 我們台上,雖然說, 台上這個比這個,您這個做的高一點。 是。 但是,我們是為了讓您看清楚。 對嗎? 並不代表這個身份地位的高低。 論身份地位來說,您各位是我們的衣食父母。 對的。 哎,是他的爺爺奶奶。 哈哈哈哈哈哈。 這瞎占便宜啊。 不是。 這是咱們的衣食父母啊。 咱們的衣食父母。 對。 介紹完我, 也得讓您大夥熟悉熟悉他。 介紹我呀。 哎,他的名字叫張龍生。 是我。 哎,龍字科的一個小學員吧。 哎,小學生。 啊,剛給字。 是。 演出的年頭也不長。 哎,您各位,多擔待。 是。 啊,要說他叫張龍生這個藝名, 您覺得很陌生。 哦。 但是,他還有一個本名。 我本名。 他本名叫張雨生。 對。 啊。 啊,對。 張,張雨生。 不是,你笑我也叫張雨生。 哈哈哈哈。 這是本名那個。 對,本名是父母起的。 沒有辦法。 哎,這個,就是他,因為這個,這位歌手已經去世很多年了。 不是,不是,不是。 今天能站在台上給您演出。 不是,不是。 你怎麼把我說死了。 不是,不是。 我,張雨生不是去世很多年了嗎? 啊,我明白你什麼意思。 啊。 你是說那位啊。 嗯。 是唱大海那張雨生。 你呢? 你唱大江大河。 哈哈。 什麼時候唱大江大河? 我是說像的呢? 不是一人。 啊,不是。 你不是一個人。 哈哈。 我不是那個張雨生。 啊,就是。 他是他,你是你。 倆人嗎? 倆人。 對。 這個,反而他也不承認他前世的記憶了。 跟前世有什麼關係? 就是。 張龍生。 哎,師傅。 啊,這個,龍子科學員。 小學生啊。 孩子不錯。 哎,您捧了。 挺好。 這個,呃,他來的,他是,你是哪年來的? 我是2021年來的。 2021年來的。 前年。 啊,前年。 是這個,通過這個抖音招生。 是吧? 抖音招生。 對。 真是有通過抖音招生來的。 有。 這就說明我們這個抖音招生不是騙人的。 誰也沒說這是騙人的。 就是你站在這就說明不是騙人的。 真人真事。 哎,真人真事。 哎,這個,我跟他不一樣。 您。 我來的年頭稍微的多了一點。 是,也早了。 這個,蕭子科,我是頭一批的學員。 學員了。 14年,考到北京德元社。 您聽聽。 馬上就第十年了。 哎,但是,其實我歲數也不小了。 哦。 我們同批的這些人,您有熟悉的。 有人說這個,秦蕭賢呢。 哎,那我呀。 樊蕭堂啊。 這幾個人都比我小個大概十歲左右。 哦,差不多。 哎,我在這個,同一批學員裡邊我算歲數大了。 哦,您年長點。 我是88年。 啊,但是我14年才來德雲社。 是。 後來我也琢磨明白我是為什麼來這麼晚。 為什麼。 因為我上學耽誤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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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您先生。 您上學耽誤了。 對,你想這個道理啊。 咱們單位有一個演員叫岳俊彭。 是啊,火急了。 都是,和我今天還發了新歌,你瞅不要臉。 啊,就叫瞅不要臉,人家扒的歌。 火,特別的火,朋友們喜著花大火,火變大江南北。 哦。 還上過好幾次春晚。 嗯。 啊,雖然說變那個收集衣服怎麼樣。 哈哈哈哈哈哈。 有王子也知道了。 但是人家,但是人家能上春晚。 是啊。 岳雲鵬、岳哥。 哎。 85年的。 比您大三歲。 他就比我大三歲。 是。 但是他比我早來了十年。 嗯。 嗯。 嗯,對不對。 這是有道理。 我這不就是因為上學耽誤了嗎? 您上學耽誤了。 可不嗎? 那得當著朋友們的這兒問啊。 您問。 您什麼學歷? 啊。 我,我這個學歷也是,你能問的嗎? 你,你配嗎? 你配嗎? 你,你配嗎? 你,你配嗎? 怎麼不配了?打聽打聽話。 哈,傢伙,我這個學歷,當然,跟您各位跟前一說我這個學歷,您覺得安平平無奇。 是嗎? 但是我這個學歷在我們單位那也算是鳳毛麟角。 哈哈哈哈。 鳳毛麟角那不怎麼樣。 是。 鳳毛麟角還不怎麼樣。 啊。 這,在我們單位,哈,我是全日制本科。 哈哈哈哈。 全日制本科? 你,你,你,你問,你問問他們知道什麼叫全日制嗎? 那我得問問您什麼專業? 什麼專業? 工程管理。 哈哈哈哈。 了不起,比我強。 我美容美髮。 哈哈哈哈。 我跟您比差一樣。 你這個幹嗎呀? 我就告訴您,我是正經的本科畢業。 哦,大學。 大學畢業,蕭子科裡邊咱不敢說學歷最高。 嗯。 在德雲社裡邊學歷算是比較高的。 風毛麟角啊。 哎,你看我這個重塑關係裡面。 就是,我在德雲社這個我們算是學歷裡邊的第一梯隊。 第一梯隊。 因為沒有比我這個學歷再高的。 是嗎? 啊,比我學歷再高的就不來德雲社收槍了。 哈哈哈哈。 那確實。 對吧? 學歷就不幹這個。 但是您說,您各位,您各位,大妹兒了。 蕭子科才有一個大學生嗎? 其實不是。 哦。 前面這幾科也有大學生。 哦,多少。 少之又少。 哦,不多。 哎,九字科也有。 有。 包括,赫字科也有。 對。 赫字科的大學生,大夥有知道的, 嚴鶴翔。 哦,那是個大學生。 啊,這個,這個,這個,壯仲哥哥,對吧? 是。 他學的是摩托車維修。 哈哈哈哈。 這什麼,這是藍翔畢業的嗎? 不是。 他是北京工業大學,學的什麼專業,我確實不知道。 啊,想不起來了。 但是您,您知道他是,赫字科里邊的大學生。 您看現在,赫字科這些個演員活的。 比如說,這個,孟哥,孟克堂,孟克堂。 對。 羅什哥,張特倫。 是。 不是,這都是85年啊,86年,87年這個年齡段。 哦。 但是老的哥是81年的,就是壯的哥他是81年的。 买好是老的哥。 對。 他為什麼比他們都大呢? 什麼原因呢? 跟我一樣,上大學當然了。 哦,那我明白了。 對吧。 意思您是知識分子了。 知識分子不敢說。 稍微有那麼一點點的學問。 那還好呢? 包括這個雲字科。 各位,您看到這個雲字科的演員。 怎麼著? 您在德雲社的舞台上,如果看到雲字科的演員站在台上。 他的腦門上自動顯示兩個字。 哪兩個字? 文盲。 當然了。 雲字科的學員,雲字科的這些師,這些師哥們。 怎麼樣? 也有努力,也有上進。 有。 對吧? 他又不上進,他怎麼能當副總呢? 對不對? 你這就差報的身份上號嗎? 不是,不是。 人家是憑自己的真能耐、真本事。 那您呢? 在地攤上買了一個學歷,所以憑上他是副總。 什麼叫在地攤上買的呀? 不是,就是, 鸾哥呀。 人家那是真實的問題。 鸾哥是清華美院畢業的。 但是他畢業的時候,這個學校還沒被清華收購。 收購? 不是,就是合併。 我明白您什麼意思了。 就是我呀,我的學歷就相對來說。 就是有一定的知識儲位。 你說你什麼學歷? 我? 我是, 打磚。 打磚? 打磚? 打磚。 你那個學歷在學信網上能查著嗎? 怎麼查不著? 知道學信網是什麼嗎? 聽說過。 寫畢業論文的時候用上中國織網了嗎? 也還寫論文呢。 你告訴我,你那個學歷是哪兒買的? 那不是買的,我那是我媽畫的,不是我那是, 跑的。 找人畫的,是吧? 沒有。 而且我跟你說,在台上我要說理科,我算欺負你。 是。 那理科咱,咱有的熟悉我的觀眾朋友,我都知道。 你不是人工大學嗎? 啊,不是,什麼叫工工大學。 天津財經大學,學的是工程管理專業。 哦。 但是我上高中,我是因為拿了北京市初中化學競賽二等獎,直接報送高人。 這了不起。 哈,可以補掌,那塊可以補掌。 了不起人都沒想補掌。 是,北京市初中化學競賽二等獎,北京市教委發的,絕對是真的。 哦,那我明白了。 說文,說文科吧,說理科太欺負你,說得對。 什麼,青海,李鼻彭,你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金屬活動性順序表,你也都不知道。 假概大美女,金鐵西千秋。 是,是別人也在這裡。 對不對? 這是什麼罐口呢? 說個文科。 文科,您知道嗎? 說個文科,咱就說,銀詩作對。 哦。 寫一寫詩,文墨消遣。 嘿,這個沒有問題。 是嗎? 太緊張了。 今天當著朋友們的面,咱倆做一回文字遊戲怎麼樣? 哦,來一回文字遊戲。 是,好,可以。 咱倆做一回四方詩。 神奧了,好不好? 四方詩。 敢問,何為四方詩? 不明白。 不太明白。 四方吧,就是東南西北四個方向。 哦,這為四方。 對,咱們就拿東南西北來做詩。 怎麼做呢? 當然有要求了。 啊,您說。 這個詩中啊,得有一種動物。 還得有一個地名。 還得有兩位古人。 哦。 這兩位古人還得同朝同代認識。 哦,東南西北四個方向。 這麼一說就相當的簡單了。 您明白。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得稍微的請教您一下。 什麼問題?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這白費話啊,剛才。 不是,我這個不是說我沒聽明白。 哦。 我替大夥問一問。 對不對? 您說,您這就喀喀喀,一說這個,一說這個規則。 你說完了以後,您得,您得有一個,有一個例句啊。 例句? 就是,得有一個,付一個詹捧。 你這個,你這個優格是熟度,彎愣彎愣。 還彎愣彎愣。 就是一愣一愣的。 啊,行吧,甭來就一個英文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你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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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個樣。 我舉個例子呗。 對,您舉個例子。 這樣啊,東南西北是不四個方位嗎? 對,咱倆一人挑兩方向。 一人挑兩個。 我挑東西,上去得你挑。 我還挑個六啊,不就上南北了嗎? 那您就來南北。 好,我來南北。 聽聽,咱也吃啊。 可以。 說,東邊飛來,兩隻雁。 兩隻雁。 對。 打雁。 是啊。 對吧。 候鳥。 這個,為什麼叫候鳥呢? 因為它有這個遷徙的這種過程。 那對了。 那天上還得排字。 是。 一會排成S,一會排成B。 沒有罵街啊。 沒罵街啊。 一會排成E字,一會排成人字。 你那個不科學。 你那個科學。 候鳥,你看,它一會兒往南飛,一會兒往北飛。 是。 對吧。 春天的時候它是往北飛。 對吧。 冬天的時候它往南飛。 你管往哪飛? 往南飛它就飛出咱們這個國家了。 飛出咱們這個中國的境內了。 飛那麼遠。 往南飛它就得排成這個S。 為什麼排成S呢? S就是South。 排成S,它陣路。 春天往北飛,往北飛就要飛到咱們國家這個境內了。 北字不好排,所以它排汉語拼音北。 所以一會兒排成S,一會兒排成B。 你就這麼理解。 對,我覺得就是這麼不知是對的。 我還以為大雁在天上馬雞那會兒。 也就是你這樣就覺得它是馬雞。 沒有什麼事兒。 飛來兩隻雁。 好,地名。 一飛飛到白雲貫。 白雲貫,北京的地名。 好地方。 好地方。 好。 彬彬翅膀,望下看。 瞧見孟良與交戰。 哦,您這兩位古人是? 孟良和交戰。 那我得問問您了。 他們倆認識嗎? 拔兄弟。 是。 他們倆認識嗎? 拔兄弟。 就是,想一想啊。 可能沒太聽明白。 他們倆認識嗎? 拔兄弟。 拔兄弟。 他們倆認識嗎? 那拔兄弟,他能不認識嗎? 你就說他認識不認識。 認識啊。 你說認識不就完了嗎? 我問你,他們倆什麼關係了嗎? 拔兄弟。 拔兄弟。 拔兄弟他能不認識嗎?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 我說拔兄弟,師兄弟也可能不認識。 師兄弟。 我們蕭子柯這一波人, 我們這一波人,我們都是互相熟悉。 你們,龍子柯這一波人,你們互相熟悉。 蕭子柯和龍子柯互相熟悉。 他就不認識。 他不認識,對不對? 你們倆人認識,正常。 認識。 認識。 該你了。 該我了。 我說什麼?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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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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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過夫 elle. 老。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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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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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管那饿 巧 巧 什么要听我听 南边飞来 两只巧 一唠唠在 零档稿 看见你哥跟你嫂 一个流氓一个老宝 别胡说八道啊 胡说八道啊 我哥我嫂 这是古人啊 这是奖金比古 高抬你们家 这是流氓老宝是高抬我们家 我谢谢您八卦祖宗 那也别客气 谁跟你客气 用我这个啊 就您的 西 西边飞来 两只豪 好会儿 飞什么玩意儿 豪 生蚝 生蚝怎么飞 拿他这盖怎么飞 飞得了吗 那蒜蓉和粉丝就都出来了 不是烧蚝 那那是什么 蚝就是 大仙鹤 大仙鹤 对一上蚝就是蚝 那你说大仙鹤呀 能说吗 西边飞来两只丹恶 胡来我得干这辙呀 西边飞来两只蚝 一飞飞到炉沟桥 炉沟桥 这我知道 在北京 北京的西边 上面有很多的石狮子 雕刻的栩栩无声 有的抽烟 有的喝酒 有的烫口 那没关系 那没关系 没没到炉沟桥 炉沟桥 他们俩认识吗 认识吗 认识吗 这说认识 他俩认识 OK 我说什么 说北 北 北 北边飞来 两只羊 一落落 两只羊 大仙鹤绵羊在天上飞 羊成精了是吗 没有学本 什么叫大仙鹤绵羊天上飞 那你说什么羊 苏尼特羊 哎 那也非有了啊 不是怎么着 什么羊能在天上飞啊 鸳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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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鸳羊能不能飞 能飞那你说明白了 你说鸳羊 哦 让我把这个鸳字带上 那带出来啊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大仙鹤呢 你也敢这惹 多欣欣呢 继续看 北边飞来 两只羊 一落落在粉皮墙 我笔名 看见你爹和你娘 一个潘金莲 一个五单狼 涼羊 涼羊 呼蛏 都是 你